关注我们视频的朋友非常想了解那只小牛犊现在生活到底如何了 我们就给它再拍一期吧 这只小牛犊原来还有一个兄弟 大概在春节的时候 他们的妈妈非常不幸的被卖进了饭店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春节时期饭店对牛肉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于是饭店的老板找到了牛主人 说这只大牛卖给我吧 给您的价格一定不会让你吃亏 但是由于小牛犊正在喝奶的时间 牛主人非常害怕小牛犊离开牛妈妈 有可能会死亡 所以牛主人并没有出售那只大母牛 但是饭店的老板又过来找了牛主人几次 他说这个小牛犊没事的 他已经长大了可以自己吃草了 离开了牛妈妈也没有关系 这样吧我再给你补一点钱 价格一定给你出到位 就这样饭店的老板反复做着牛主人的思想工作 最终牛主人狠心的将牛妈妈出售给了饭店 最终成为了火锅菜 就这样双胞胎小牛犊失去了牛妈妈 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 因为这个小牛犊还没有完全断奶 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 其中一只小牛犊身体越来越不对劲了 身体越来越虚弱 最终很不幸的那只小牛犊生病死亡了 这时候牛主人也慌了 因为小牛犊一只现在是值很多钱的 于是他想尽了一切办法 去寻找一下有没有正在哺乳期的大母牛 我估计牛主人也不是真正的心疼小牛犊 而是心疼钱 死了一只小牛犊 那自己要损失非常多的钱 就这样他不断的寻找 不断的寻找 终于找到了一只大水牛 就是视频中的这只大水牛 这只大水牛前段时间也生了一只小牛 但是非常不幸的 那个小牛犊中途夭折了 就这样牛主人花了一笔钱 而后将这只大水牛租过来喂养一段时间 因为这只大水牛是有奶水的 而这只小牛犊得到了这只大水牛的照顾之后 身体一天比一天强壮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只小牛犊现在已经长得非常肥胖了 身体也非常健康 相信它一定可以健康地成长了 这只大水牛性格也非常温顺 把小牛犊照顾得非常好 相信它们可以快乐生活 我能不能说 那我们不能说 我能不能说